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突然声音两个月 最后一次露面是8月29日 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原定9月7号到8号要出访越南 北京却临时告知李尚福身体不适 会议延后 当时就有媒体爆料李尚福遭到解职 但官方没有证实不愿多谈 李尚福未有确实在越南的会议 他是否真的正在接受调查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 而就在两个月后10月24日 大陆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结束后 习近平签署了三份主席令 其中就包含免除李尚福国务委员 以及国防部长的职责 正式拔去李尚福的官位 李尚福才接管国防部长半年 就传出涉嫌贪腐 不由得让人猜测本次免职是否跟贪污有关 在同样一条声明 同样免除了前外交部长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秦刚因为传出婚外情在今年7月遭到免职 成为大陆任职最短的外交部长 职务由王毅回国担任 而国防部长一职外接猜测 何卫东、刘正丽两人较有机会 记者综合报道